東南亞最流行的 用它直接在我們嘴唇上面 來回的摩擦 把角色去掉之後 我們的膚色就會亮一個色階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最厲害的 這個去角色 用完之後你的嘴唇 就從阿神變成少女 妝神這麼美 有我你就美 我是凡倫老師 今天上的美容小單元 是嘴唇的保養 很多人對於保養都記得說 保養我的臉的肌膚 我的頭髮 我的手 我的膝蓋 都忘記保養你的嘴唇 那嘴唇是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嘴唇是你在跟別人 說話的時候的第一印象 因為他看到你說話的時候 他只會看到你的嘴巴說話 如果說眼睛是靈魂之窗的話 嘴唇就是戀愛之窗 所以要談一個很浪漫的戀愛 就一定要把嘴唇保養得非常非常的得到 這時候呢 不管畫什麼顏色的口紅 都能夠很漂亮 而且不畫口紅 都會有一個很水潤Q彈的嘴唇哦 那大家怎麼做 今天 教你很簡單的在家裡面 自己就可以把你的唇搞定 當然最重要就是去角質 首先你一定要棉花棒跟凡士林 那記得凡士林買的時候一定要問 最細是小朋友用的 小分子的凡士林 是很重要的哦 好 如果在家的時候呢 其實建議大家 你可以把嘴唇先溫熱一下 用毛巾溫熱之後呢 用棉花棒 沾我們的凡士林 然後我們做嘴唇來回的按摩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如果說你的腳石層 不是太厚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用這個按摩動作呢 可以把我們嘴唇上面的一些 比較薄的死皮呢 可以藉由這個摩擦的動作呢 可以把它去角質去掉 然後去完之後呢 建議大家可以用化妝棉呢 再用溫水或是溫毛巾呢 熱敷一次 那記得怎麼樣按摩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左右左右的按摩 因為我們的唇紋是直線的長 所以在按摩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唇紋撫平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左右的按摩 在按摩的這個當下 你有一些角質的脫皮出現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就反過來用新的這一層 用滾的 用滾的方式呢 把這個角質給代謝掉 如果你沒有任何的去角質產品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DIY 只要準備棉花棒 跟一個小朋友用的小笨子的凡士林就可以了 第二種方法呢 如果說你要講究一點 還有一個最新的小撇步教大家 這是現在目前東南亞最流行的 用殘檢來去角質 殘檢上面有很多殘絲 那殘絲呢 在摩擦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兩條線的交叉的一些摩擦 就很像我們古時候的碗臉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殘檢放在水裡面 我剛才已經放在水裡面 先軟化它了 軟化之後呢 我們一樣塗了凡士林之後呢 用它直接在我們嘴巴上面呢 來回的摩擦 這摩擦有聽到聲音哦 摩擦 但是摩擦的時候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上面的角質層呢 很快的把角質去掉之後呢 我們的膚色就會亮一個色階 有些人嘴唇旁邊比較黑的 黑色素比較重呢 記得我們也可以在旁邊稍微按摩一下 因為按摩之後呢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色素帶去的比較快 因為這個殘檢呢 它上面會有一些美白淨白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讓它變得比較淡 你看它剛剛這邊嘴唇邊邊 是比較色素多一點點的 我稍微摩擦一下 你看它變比較淺了 整個變比較粉紅 你看我們上面就有很多它的 一些色素沉澱在上面 那另一個方法呢 其實如果你這家裡面有一些卸妝 或者是去角質的一些洗海綿的話 它其實也是適用的 這時候呢建議你呢 除了凡士林之外呢 你可以放一些砂糖在你的臉上 然後就幫它去角質 這個時候呢 一樣可以幫你的嘴唇的角質去掉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最厲害 最厲害的這個去角質呢 為什麼一定要介紹它呢 因為它在日本呢 已經產綿了6到7年的冠軍 這個產品呢 你用完之後呢 你的嘴唇呢 就從阿神變成少女 這個是嘴唇的磨砂膏 這是嘴唇的保濕液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是磨砂去角質 這裡面呢是一個磨砂膏 其實它很簡單 你就當作在沙護唇膏一樣 很像細砂糖的感覺 所以呢 如果說你真的買不到 像這樣子的去角質的產品 你可以在家裡面用一些 小的細砂糖 一定要用細砂糖 因為如果你用粗砂糖 它是切割會有一些角度 所以反而會讓嘴唇受傷 如果說你的嘴唇邊緣色素比較沉澱呢 記得你要塗 範圍要塗大一點 要塗到嘴唇外圍 為什麼會有色素沉澱 第一天生就有一些素沉澱 第二呢你膚色比較黑 第三呢有可能是抽菸 或是你長期喜歡吃珍珠奶茶 都會導致你 你的嘴唇的周邊呢 會比較有小皺紋跟暗沉 動 所以你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對不對 才跟我說中了吧 是不是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在你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其實這個動作跟抽菸是很接近的 你要用力的 所以你的嘴唇會一直用力 用力的時候呢 其實皺紋會產生 第一 第二呢 你周邊如果說你沒有好好的去角質的話 它容易堆費一些老廢的角質 這時候你的嘴唇周邊呢 就容易暗沉 懂嗎 所以今天用這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把你的嘴唇的顏色變亮 膚型會變得很水潤 好 塗完之後呢 很簡單 第二個步驟 就是要把它隔絕空氣 密閉真空起來 讓這個去角質的磨砂膏呢 能夠完全完全的滲透到我們的嘴唇上面 所以呢 它這個一定會有一個透明的一張紙 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敷在我們的嘴巴上面 我們大概等一分鐘左右 如果在家裡面沒有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保鮮膜 那如果說你的角質真的很肥厚的時候呢 你可以再用熱毛巾再敷一層 是不是很亮啊 然後我們把上面的清潔一下 如果在家的話呢 直接用水洗就可以了 看看它的角質 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塗上它專屬的 玻尿酸的護唇膏 那瞬間你的唇紋就不見之外呢 你的嘴唇呢 整個會斷一斷的之外 還有粉紅色的妝容效果 擦完這個護唇膏之後呢 你的嘴唇呢 唇永遠會不見 你的黑色素你也會淡化 去角質很重要 因為呢 大家都只記得 臉要去角質 手要去角質 都忘記你的嘴唇要去角質 因為呢 當你把嘴唇角質做好的時候呢 你的嘴唇就會散發出魅力 而且說話也會更有魅力哦 記得每週四 中午12點滑開你的手機 以及我們裝神弄美 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 好